中期垂大作战 是兄弟就来垂我呀 试下最流行的对战游戏 是玩送武器哦 污染环境的小广告 我都给你死掉 大伯 无尘广告两天之后就自动消除了 而且这里是超市线 哪里破坏环境啊 大伯 我们使用的可是绿色墙里浇水 你撕不下来的 你没事吧 我要投诉你 投诉你 大姐 健康又解压的中期垂赛场 是个全年龄段的玩家 要不要 谁是大姐 人家刚满十八岁 小心我投诉你 对不起 对不起 大半天了 一个用户没拉拢成功 还吃了两回警告 相思为了救杨阳 黑能和秦峰 把所有的竞马都交出去了 他们受限于防尘迷系统 每天也没有多少 可以赚竞马的时间 只要靠我们了 我想我们爆裂飞车不适合打工 要不算了吧 爆裂飞车适合打工我不知道 但爆裂飞车绝对不会半途而废 打起精神来 用你的热情感染顾客 你说的对 我们一定要给秦峰他们 转满一箩筐金马回去 你好 电破 对不起 我帮你捡 搞定了 还给 对不起 对不起 大家 要不然 大家到这里来玩 送武器 送武器 好 好不好 你们在搞什么 老板 我们 我们 这是一种新型的推销手法 没错 没错 那拉到新用户了吗 新用户 新用户 当然有 看 这些都是哦 真的吗 真的 就是 还处于潜在阶段 你们被开除了 不要啊老板 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我们会努力的 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给你们机会 我给你们机会 谁给我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您这是一位好老板 我 我没有说 我会把握这次机会的 这就是工作 站住 站住 你们能把这种小聪明和厚脸皮 用到挽留老用户身上就好了 挽留老用户 现在冲气锤赛场中 玩家流失严重 要是你们可以挽留那些准备离去的用户 我不但不辞退你们 还支付双倍报酬 老正完成任务 老正完成任务 这就是冲气锤赛场啊 真壮观啊 你连赛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怎么给赛场推销 怪不得一个信用户都没拉到 欢迎来到冲气锤赛场 雷台升起后 对战两方的玩家 立刻展开人机 这游戏好像很有意思啊 别忘了 我们不是来玩 是在工作 两位先生 先等一等 我们是赛场的工作人员 关于游戏满意度 我们想 满意度 你们游戏做成这样 还好意思调查满意度 先生 您先 你们这游戏有漏洞 我们都没看到对手在哪儿就输了 漏洞 这不可能 冲气锤游戏可是经常调戏更新的 而且有专业的 你别和我解释了 又有一场开始了 你们自己看看 有了这把稀有武器 我的连赛记录 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的 来吧 干涉我的必杀技 无敌风 人呐 敢偷袭我 这下 看你能躲到哪儿去 来啊来 那你来打我啊 蓝硕 小心 诶 赤凌风 你看那不是蓝硕吗 嗯 我看到了 这下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手下败将 什么 我要就重赛 这不对 赤凌风 你看到了吗 蓝硕他突然消失了 看到了 但全不是游戏劳动 而是用了作弊器 怪不到老板说 最近顾客流失严重 难道是因为这个 出来 你给我出来 比赛结束 比赛结束 南方胜 那不是赤凌风和咽魄吗 嗯 还真是 嘿嘿 正好 跟他们玩个小游戏 叫我干嘛 我没有叫你啊 刚才明明有人拍我肩膀 不是我 诶 谁败我 我什么都没有做 你 小心 刚才作弊的人 还没有离开这里 他们是超原护卫队的飞车 你使用隐身斗篷 本就违反了超市线的规定 现在就必须惹惹他们了 怕是吗 怕是吗 我又隐身斗篷他们发现不了 何况就是一些小恶作剧 发现了他们也不会真生气 Mouse 噢 搞定 抓到你了 嗯 走 快要放手 赤林峰 燕波 你们放过我吧 你们看 我是蓝树 早就看到是你了 我就是跟你们开个玩笑 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还用作弊器隐身呢 这不是作弊器 是我高价买来的道具 超级无敌隐身斗篷 什么隐身斗篷 只要不是游戏里的东西 这都是外挂作弊器 必须取利啊 别啊 我好不容易才达到现在的排名 可千万不能取消我的成绩 赤林峰 燕波 蓝树 飞龙行方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接到互联网任务 说这个游戏存在漏洞 才找到这儿的 你们呢 我们过去聊 过去聊 说吧 你们今天来下场做什么 我 我们是来参加飞车工会的 对吧 赤林峰 飞车工会 在这里啊 对 这个月临时改了地址 所以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难说的 你们又在偷懒 工资是不是一分都不想要了 别啊 老板 我没偷懒 老板 尊贵的用户 我是这个冲气锤赛场的老板 这两个是临时工 工作上有什么不周到的 还请多尽量 他们 没有 他们介绍游戏介绍得非常好 那太好了 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欢迎你们随时下场玩一局 再见 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还是说实话吧 上次你们又是这样要花光了金马 我们是想来打工赚金马的 可这里好像跟我们不太合拍 金马没赚到 还得解决一堆投诉 打工实在太不容易了 你们 打工 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了 我们是想给你们惊喜才自己偷偷来的 清风 你居然没嘲笑我们 太过分了 新用户招揽不到 老板叫我们挽留老客户 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人使用作弊器了 抓住一问 发现那人是蓝硕 蓝硕是个学霸 怎么可能会在超世界作弊玩游戏 他要是作弊玩游戏 我就一个月不打游戏 飞龙哥哥 清风哥哥 蓝硕 真的是蓝硕 是我 飞龙哥哥 你们快帮帮我 我的隐身斗篷摘不下来 而且越来越紧了 蓝硕 你竟然真的作弊玩游戏 这个月不能玩游戏哦 我和赤离风会盯着你的 蓝硕 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 最近同学们都在超世界玩这个游戏 没错没错 完全不过瘾 蓝硕 你继续 我本来都准备下线了 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卖隐身斗篷的男人 他告诉我 这斗篷不仅可以帮我躲个系统 才能让我的对手看不到我 于是我就买下了斗篷 有了他 我的游戏名次也上升了一大级 这种做事风格很熟悉啊 利用用户的需求 推销一些不合规矩的道具 然后从中谋取利益 我 我知道了 这一定又是金融搞的鬼 清风 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在没有证据之前 这还只是你的猜测 我的直觉绝对没错 蓝硕 你见过的那人是不是眼睛大大的 像个癞蛤蟆 面目猙獰 然后说起话来 就像这样 金融的声音可真好听 好像不是这样的 不是 怎么可能 清风 金融长得好像不是你描述的那样吧 嗯 还是我来问吧 发生什么事了 那人就在那里 走过的路过的男孩们女孩们 隐身斗篷帮你隐身 数量有限预购从速 大点声 是 我累死了 我的工作却是帮他赚精码 尽致没有天理啊 师傅 你快想问问把这些卖掉吧 我撑不住了 这真的能隐身吗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热情一点 有你这么对待顾客的吗 是的 这位客人 这件斗篷不仅能隐身 还能帮你躲过防尘迷系统哦 要不要来一家 好 飞轮 又是你们 金融 你贩卖的斗篷 违反了超世界的规则 请立即停止 我就说是你这个坏家伙干的吧 西萨小姐 有人要挡你的财路了 又是你们几个手下败将 人家不过是做点小买卖 这你们也要管啊 你们卖的东西有问题 我们当然要管 那就是没的商量了 上次你们三个已经败给了西萨 这次由我助阵 你们更是输定了 哼 你不过是个累赘 多一个也不多 你说什么 金融 这次我们可不止是两个人哦 难道我们还要帮手 怎么回事 我怎么控制不了自己 蓝树 你怎么了 原来是我的一位顾客呀 怎么样 使用体验还不错吗 看来今天的战斗 我无法避免了 这次 我可不会再让你们今夜溜走了 开启爆裂结箭 爆裂出击 爆裂结箭 爆裂出击 叶破 进攻 来吧 喂 大小姐 战况紧急 你怎么还坐下了 这次我们有新帮手 不需要文书吗 可是 怎么 你有意见 我 我 我 是 超音刀 迎战 刚刚真的太近了 手叫马 超音刀 全靠你了 主人 我们都出手了 灵医 趁他们手忙脚乱 我们速债速决 这是换日轮的技能 兰硕 你打错了 超音刀在那边 他被操控了 是隐身斗篷 果然聪明 没想到 隐身斗篷 还有这功能吧 哎 西藏小姐 原来你的上手锏在这儿啊 我还以为你是 那我当炮灰呢 这个功能 短时间是无法显现的 只有长时间穿戴隐身斗篷 才有这效果 现在我们多了一个傀儡 正好让他们自相残杀 哈哈哈哈 你们这帮坏蛋 快放开兰硕 哼 兰硕是吗 快帮我干掉他们 我再不要听你的 管日轮 出击 哥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白夜 起用技能 白夜 负轮 我们应该反戏 可是蓝朔不是我们的敌人 可 蓝朔 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 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 这可不行 这可不行 幻日轮 小灭他们 小灭他们 大家小心 看得好 坏日轮 原来他是通过眼镜来实现操控 有副端也没用 我说过这一次 你们谁也跑不了 陈立峰 快打掉他的眼镜 被你看穿了 那人枪就不直直掩眼的了 坏日轮 你还在磨蹭什么 控制相知了 看来 我也该出手了 西嫂小姐 到了我们强强联合的时候了 行杀 赞你教他们 行杀 你干什么 行杀正常发挥而已 谁让超音高和你一样没用 你 行杀 别浪费时间了 不行 我要帮忙飞个哥哥 蛤 谁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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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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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您没事吧 赤零峰 攻击星杀的尾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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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灶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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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啊! 啊 啊 啊 s descrição 塔路 我ve pant it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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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χ 你们不会得益太久的 可算是打败他们了 任务圆满完成 对不起 我不该钻空子 结果中了不法分子的圈塌 别这么说 你也算将功补过了 这次多亏了你 要不我们还不一定打得过西萨呢 哥哥 我不是赞成蓝硕的行为啊 我只是 我知道 蓝硕 你求胜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一定要遵守超世界的规则 我知道了 通告 鉴于近期不少玩家违规使用道具作弊 并逃避防尘民系统的监测 本游戏社区将对作弊玩家关闭一个月 以示处罚 一个月 我做错了事情 就应该承担后果 难说 一个月后我带你玩 保证你的实力突飞猛进 救命了 救命了 救命 社区的游戏秩序终于恢复了 我的用户们又回来了 这段时间 你们干得不错 这是你们的工钱 谢谢老板